你还记得小妖和屠山景、香柳 在清水镇的初向剑吗? 《长相思》第一部 同华定名为《如初剑》 主要是小妖和景、香柳 专须、枪炫、香玉的故事 小六和十七 清水镇上初香玉 清水镇上流落大荒二百年 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模样 便做男儿身闻小六的小妖 和轩辕逃兵老木开了一家医馆 回春堂 二十年间 小六和老木有捡回两个战争的产物 孤儿麻子和串子 组成了一个奇怪却温暖的家 清水镇也是一个奇特的地方 从北到南群山连绵不断 山里驻扎着共工领导的神农一军 西街轩辕 南岭高新 既不属于轩辕 也不属于高新 是三方势力夹杂 三方势力却都管不了的地方 放到现在 就是金三角 这一日 是和往常没有区别的一日 小六睡足吃饱喝够后 背着药箱出诊 在河边的逛木丛里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黑影 仔细看去 是一个人躺在那里 好像是具尸体 战争平起 发现尸体在正常不过了 小六没在意 出诊回来后 发现尸体还在 好奇心驱使他过去看看 这一看 才发现那人不是尸体 还有一口气上在 小六把他背回了回春堂 让串子和麻子帮忙清洗一下 有伤给他治伤 麻子串子却吓得喊叫起来 小六过去看 发现他整个人脆弱残破 浑身都是猙獰丑陋的伤口 有边痕 刺伤 胖伤 胸膛上有一大块 被烙铁烙的发黑的胶皮 右腿小骨被敲断 十个脚趾全被拔掉了 脚底还有几个 被长钉子钉的血洞 小六亲自为他清理 治疗 用上了从来不舍得 用得救命的药 小六亲自给他喂药喂饭 按摩洗头擦身子 天气好的傍晚 小六会把他抱到院子里晒太阳 用串子和麻子的话说 比照顾奶娃子还精细 半年以后 叫花子的伤能好的都好了 不能好的也好不了了 看着他一天天恢复 小六不好意思再贴身照顾他 这天 他自己洗完澡穿好衣服 扶着墙走到院子里晒太阳 小六说再过两三个月 他就可以离开了 他半年来第一次开口说话 说我无处可去 可能多年不曾说话了 他的喉咙又受了伤 声音暗雅 吐瓷尖色 小六又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不肯说 只说你救我 我是你的仆人 次名 小六说 我看你可不像个居人之下 听人命令的人 我不想要你 男子低垂着眼眸说 我听你 小六又说若是见了他认识的人 也只听他的 男子一时不说话 半上说道 听 他凝视着小六 好似要把这个听字烙在他心里 小六答应留下他 为他起名夜时期 从此 时期成了小六的仆人 白天替他干活 晚上替他熏被窝 天气好的时候 就把被子拿出来晒松软暖和 从此 小六走到哪 时期跟到哪 他照顾小六像当初小六 照顾他一样细心周到 小六去山里采药 时期跟在后面 随时地上装着鸡爪子压脖子的小猪篓子 小六被香柳抓走 时期能找到迷宫般的军营 去救他 小六受伤了 时期一直背着他走 时期承诺永远都会跟着小六 可是有一天 小六合出来清水镇的专须 阿念起了冲突 小六自以为时期会一直在他背后 保护他 让他依靠 可专须一掌打来 小六来不及躲避 回头看时期 却发现背后空无一人 小六再次感到人性薄良 他再一次认定这个世界上 谁都不会是你一直的依靠 小妖自创了一种身体撑拉晒太阳法 他交给麻子和串子 二人嫌大白天这种姿势晒太阳实在不雅 不肯照做 此刻 小六发现了身边的时期 他拉他来一起晒太阳 时期果然不像麻子串子 乖乖地完全按着小六的方式照做 小六开心了 晒着太阳昏昏欲睡 却听到时期的声音突然传来 不会有第二次 小六迷惑地睁开眼睛 不管什么原因 都不会再让你想要倚靠一下时 却找不到我 可惜 时期不会永远是时期 小六也不会永远是小六 尽管做回了屠山井和小妖的 他们兜兜转转 还是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公主和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只是那时 已经是夜夜月相似 年年人不同 已经是物是人非是是休 他们再也回不到清水镇的回春塘 再也做不回小六和时期了 人生若只如初见 该多好 小六和香柳 前路未可知 为了攒够给麻子娶媳妇的钱 小六决定去山里采药 小六以为根本不可能碰到军师香柳这种大人物 事情就是这样 你越是认为不可能的事 就越是会发生 小六的运气就是这么好 偏偏遇到了最想躲开的香柳 小六发现了肥肥的粪便 想到如果抓住这个鬼机灵的小东西卖掉 可是能抵很多的草药 于是 小六把粪便涂到自己身上 又告诉时期 人多了 肥肥太警觉 会抓不住 只能让他在原地等着 时期无奈 只好听话照做 小六一个人来到河边 跳进泉水里 洗去身上的粪便 爬到石头上 一边晒着太阳梳里头发 一边轻声唱歌 这首歌 小妖后来经常唱给景听 景弹琴伴奏 小妖边歌边舞 但是 此时的小六不知道 第一次听他唱歌的却是香柳 肥肥听到小六的歌声忧伤萦绕 忍不住跑到他身边 做出各种斗剧的动作 逗小六开心 小六看到他可爱的样子 忽然不忍抓他去换钱 叹口气 挥手解除了陷阱 要放哭哭走 正在这时 一只大白羽金官雕 从空中呼吓而下 要抓肥肥 肥肥无处可躲 竟然跳进了小六的怀里 小六为了保护肥肥 向白雕下了毒 白雕历时头晕抓软 感觉像喝了烈酒 小六正想逃 有声音从树上传来 毛球 我和你说过很多遍 人心狡诈 这次长记性了吧 一个白衣白发的男子 优雅地坐在横探出的树枝上 幸灾乐祸地看着白羽金官雕 小六心里叹气 真正的麻烦来了 他遇到了最不想遇到的人 九头腰向柳 小六知道逃不掉 只好拿了解要给白雕解毒 又千求万求恳请 香柳放掉他 但是 香柳身为神农义军的将军 面对擅闯禁地的人 怎么会不查清身份就放掉呢 香柳把小六带回了军营 忍小六在灵牙力齿 香柳就是不肯放他 直到派去查验他身份的人回来 香柳对小六说 要活 就为我所用吧 小六不肯答应 香柳边叫士兵边吃他 打了二十下后 小六扛不住了 答应了香柳要为他配制毒药 但是小六的条件是不离开清水阵 并且说不一定香柳需要什么样的毒药 他都能配得出来 配不出 就拿你的身体来换 啊 小六没想到香柳还好南风 小心地说 大人天资国色 小的倒不是不愿意服侍大人 只是 香柳的唇角上翘 似笑非笑 伸出脚尖 对着小六背上最重的伤口处 缓慢去用力地踩下 鲜血鼓鼓涌出 小六痛得身体抽搐 一次配不出 就用你身体的一部分来换 第一次 没用的耳朵吧 两次后 就鼻子吧 鼻子消掉了 只是丑点 香柳脚下用力斩了斩 放心 我不会剁你的手 他们要配药 小六痛得上下牙齿打颤 小的 小的 明白了 此时的小六还和香柳开玩笑 说自己的男人 难道香柳喜欢男人 其实 她不知道 香柳早看出她是个女子 否则只喜欢听少女唱歌的 肥肥为什么会被她的歌声引出来 从此以后 小六和香柳的命运就纠缠在了一起 她对她说她无处可去 无人可依 无力自保 她受伤了 她把她藏在自己的房间 贡献出自己的鲜血让她疗伤 她寂寞无聊时 她总是从天而降 解她烦忧 他们看似水火不容 实则互相牵挂 阴差阳错 小妖本想扬鼓种给香柳 却种给了专虚 小妖为了保命替专虚谢鼓 香柳又甘愿把鼓引到自己身上 小妖不知道 但香柳是知道的 他们身上的鼓是一对心意相通 命脉相连的情人鼓 小妖在和景定情之后 几次三番要求香柳解除蛊虫 香柳都说解不了 小妖以为香柳是想以此挟制自己为她继续炼制毒药 当香柳准备赴死 最后一次救小妖性命时 她说 地上无同相持老 天上尖尖不毒飞 水中鸳鸯会双死 情人鼓同命连心 的确无法可解 当年我能帮枪炫解鼓 只因为枪炫并非心甘情愿中鼓 你根本没有真正把鼓给她中上 我却是心甘情愿 真正让你中了鼓 你三番四次要我解鼓 我一直告诉你解不了 我知道你不相信 但我的确没有骗你 我是真解不了鼓 香柳解不了鼓 却用自己的一条性命又杀了鼓 只为她死在战场上时 和她同命相连的小妖 不会同她一起死去 生当父来归 死当长相思 向柳让紧生着归来 和小妖相守 而她选择了死去 是小妖永远的相思